了解DHCP DHCP的全名是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 Server的主要功能是 为网络上的装置分配IP地址 当一个没有设定IP地址的装置 刚刚连接到网络的时候 它会向网络发出一个DHCP要求的广播信息 当DHCP Server 收到DHCP要求后 会从网络管理员预先预留好的IP里面 抽出一个IP 然后向发出要求的装置 回复一个IP地址提供信息 这个信息里面包含了DHCP Server的地址 一个可以用的IP 地址租约期 IP集道 纸网路遮罩等 当装置收到这个IP地址提供信息 以后决定使用这个IP的话 它就会回复一个IP地址要求给DHCP Server 这个要求里面会有之前DHCP Server提供的IP 当DHCP Server收到这个要求信息后 就会将该IP地址从可供分配地址里面移取 然后会向装置发出 要求以确认信息 跟着整个DHCP分配过程就算完成了 当由DHCP Server提供的IP接近租约完结的时候 装置会向DHCP Server提出逐约要求 如果装置没有向DHCP提出逐约要求的话 DHCP Server在租约期完结后 会将那个IP撥回去可供分配地址 给其他装置将来使用 给其他装置会向DHCP Server提供地址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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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